炎症性腸病 炎症性腸病是自身的免疫系統疾病 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 包括黑龍時症和悔陽性結腸炎 患者通常都是20至40歲左右 普遍病徵是因為發炎和悔難的緣故 因此有血便、肚痛、輻射 甚至是體重下降和發燒的症狀 炎症性腸病的病化症 最常見是貧血 除了貧血之外 亦可以引致關節性疾病 眼睛疾病、皮膚疾病 甚至是肝膽管疾病 更嚴重是因為長期發炎的緣故 大腸可以引致癌症的出現 通常我們患病8年後 會增加大腸癌的風險 甚至有些報告說 增加2至5倍癌症的機率 所以我們應該要及早治療 現今沒有單日的測試可以做得到 相反我們通常會用臨床判斷 也會用驗權檢查 也會用內視鏡 甚至有X光檢查 去找究竟病人有沒有患上疾病 內視的檢查在這部份也很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在內視鏡中看到 究竟黏膜上有沒有瑕疵 或者有沒有潰爛的情況 從而我們甚至可以用一些組織去做化驗 去知道病人究竟患的情況是怎樣 或者患哪一種炎症成長疾病 在腸斷方面 內視鏡其實可以很大幫助到我們分辨到 究竟病人患的是患陽性結腸炎 還是黑龍視症 同樣地可以幫助我們知道 究竟病情有多嚴重 例如大腸有多少部分受到嚴重的影響 大腸也可以在病情監察中 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當病人做了一些治療之後 我們亦都想知道 究竟黏膜的潰爛情況有沒有進步 甚至有沒有癒合的情況 因為我們最大的目標 是希望看到黏膜的癒合 去診斷有沒有大腸癌 其實內視鏡當然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在嚴正性腸病裡面 由於嚴正性腸病 我們的大腸的發炎 會很大大影響到 我們用白光或者肉眼去看到 究竟大腸裡面有沒有癌症的情況 所以有時我們都會用一些強化的 內視鏡技術 包括紮頻 藍光 或者色彩 去看看究竟病人的大腸情況當中是怎樣 甚至我們會抽出一些組織 去做一些化驗 究竟判斷病人有沒有癌症的情況 究竟判斷病人有沒有癌症的情況 竟判斷病人 牙頭